六號楊敬敏 九號李凱彥 這個下手十幾點其實抓的蠻準的 阿米剩下三秒鐘在外圍 Nothing but that 阿米在給Mitchell的時候 Kickball 今天的陣容當中他們基本上剛開賽的三名後衛 也顯示了他們今天個子會稍微矮一些 瑞銘感覺找到了答案 不過王綠翔倒地之後 楊敬敏在三分線外的這個出手很輕鬆 第一次犯規的米歇爾也來到場上 轉移著相當的快海登在底線頭三分 楊敬敏要來挑戰鐵敏假動作 拜天宮兩次之後沒機會 送給了蘇士軒一個High Rainbow 報告之後把球踢給我們的攝影助理 對 上半場的時候 哇 完成一個後仰出手沒進 阿米跟阿瑤兩個人都是硬底子喔 這兩個人跳起連巴打起來 兩個人從後仗就開始糾纏在一起了 那我覺得阿瑤在這裡應該就稍微要放掉一些 因為一旦對方要做進攻的 阿敏在進攻時他 他飛翅球那個手的 待過新疆的男人 這個零下二十度對他來說應該也不算什麼 哈哈 所以首爾被小胖給撥掉 小心這個失誤啊 防守球員沒跟上阿敏的外線懲罰了你 哇 哇 劉承諺如果要守到楊敬敏的話 對 阿敏 哇這個進攻犯規 結果被抓的進攻犯規 對 阿敏快跑來找信凱聲音樂 是 恨不得把麥克風搶過去 哇 哇 很難的看得到阿敏有這麼大的反應 不過這球確實在潛入去找塔幣的身體 這個意圖也是被裁判給抓到啊 就是這一下 哦 主軸在做進攻啊 對方現在只要一個球就可以將你弊命 是 阿敏要把時間給戳完 阿敏速攻擊 好 凱燕把球帶到前場 這場比賽看起來就要結束了 那國王隊是94比83 那國王隊是94比83